抗税纠纷导致中国浙江愤怒的小企业主和防暴警察发生冲突 官方媒体说浙江湖州市支里镇的一名生产铜装的业主 拒绝缴税后纠集一群人袭击税收人员 中国官方网站说骚乱的规模迅速扩大 有多达600人参与 官方的湖州在线网说至少有5人被逮捕 20多人被拘留 有关受伤的数字都是零散而没有得到证实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